当车辆被误碰时 它的信息也会及时反映到监控终端上 同样当车辆翻倒时 它的情况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示出来 而当车辆被盗的时候 方向只是就开始工作 同时发送信息给短信模块 短信模块发送短信给车主 提醒车主前往查看车辆当前情况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一条短信 通知我们车辆当前有危险 这个什么情况 拍不清 继续继续 中间剪掉 讲完了 还要讲什么 这是什么情况 我们下来讲 我赶紧